真传五色荣共线绣出灵毛千万斑 讲的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潮秀的百变秀法 看惠芳的工作室 坐落于广东潮州排坊街 走进三层小楼 俨然走进一座潮秀飞移博物馆 近似迎宪在这位75岁老人家的手下 能幻化成被赠予联合国秘书长 加拿大总理等国际政要的艺术品 但回忆起自己秀娘人生的起步 这位潮秀大师坦言都是为了生活 研究所是一个单位 我们那里当时是48块的工资 30几年前 33岁 就是48块的工资 很满足了 就在当里当秀娘 这个作品我自己秀一个 看什么东南亚有谁要 我把它卖出去 价值比较高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没人用 之后就放在床底下 就留到现在 现在是成为我的会卖品了 我不卖了 他在地上滑桥 挖到港区后来塞我了 塞我 就放大米跟牛肉王 在上个世纪末 随着潮汕人坐红头船下南洋 潮秀流传到东南亚一带 深受华侨的喜爱 潮秀也成为潮州本地谋生的好出路 而康慧芳则是在谋生之外 从小就有挑战精神 我没有机会读书了 所以我要学一个手艺来生活 所以就我说 那要我 我又拿起这根针 我就要学习那个最难的 最难秀的自秀 因为他能多挣几个工程 一开始是这样子 匠人手艺不断精进 60年来他创业开班 传授记忆 时至今日 连他的徒弟都临近退休了 但从15岁开始 银针走线60载的康慧芳 仍是弄潮儿 当下他正和徒弟们忙着创作一幅 他修制过的面积最大的作品 来反映潮州这座桥乡城市的新面貌 先看我们的原材料 就是棉花纸条 这些用纸条切了之后搓的 搓出来的 搓出来的 那我们这些用来就是垫高 你看啊 像刚刚定在这里了 栏杆是吗 对我们就用这里垫高 用来垫高 然后呢 现在他在搓的 就是这种小的 他在搓 搓了以后 你看 他就在做这里 这些瓦的一条一条 然后呢 我们就用这个 则钉来把它捡起来 来带个 像这样这个 这个古老建筑的那个 那个瓦片 沈强的这个原材料是什么呢 你看啊 这里垫上棉花了啊 我们垫高 就必须这样子垫 我自己也要拍一个 这个作品 也是说我在这一生 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的突破 创新 然后呢 准备向两年之后 呈现给大家 欣赏 到了我现在 这种年龄 因为我是75岁了 该停下来 该休息了 是吧 但是呢 我就觉得 我有这个责任 我有这个使命 因为我是国家级创新人 我要把这些手艺 更好的把它创新 给下一代 这个是子无旁贷的 我应该把它坚守 做好 留下一些更好的作品 给下一代人 而最常向康慧芳讨教的 除了徒弟 就是他的女儿 两个女儿 在母亲的影响下 将潮袖之路 走得更宽 他们开办工厂 将潮袖运用到 西式婚纱礼服的设计中 产品远销欧美 虽然婚纱礼服 它是属于这种西方的文化 但是我们根据 我们这么多年的 这一个潮袖 以载体图案和原色 搭进去的话 它还是有另外一种韵味 对 就是有这种中方的气质 也有西方的文化 在里面相结 变成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产业 在美国的市场 欧洲的市场 是属于这种中高档的 这种消费 舍丹辉介绍 在他公司订单中 美国市场占比达到八成 公司早期 多根据客户需求 迎合客户口味来制作 但现在 东方设计师 东方审美开始崛起 这个潮袖的这一些记忆 我穿透到衣服上去 所以我的衣服的 这个附加值就高了 到现在就是 客户抢着跟我们合作 哪一个客户跟我们合作 它的品牌就上来了 对 这就是我们的自信 东方秀娘针线穿插 巧手编织 连通大洋彼岸 东方飞移经过设计后 挂进美国纽约 第五大道的橱窗中 成为西方新年婚纱上 醒目的潮流元素 这门手艺老 但飞移不老